把打發的蛋白混合蛋黃 平均擠在烤盤上 頓時香味四溢 簡單的食材也能創造出 不簡單的甜美滋味 我女兒本身很喜歡吃甜點 那因為她不想要有鮮奶油的 那個甜膩感 所以我們就試做了很多種甜點 去給她試吃 然後後來發現 其實舒芙蕾是一種很特別 然後吃人會讓人家覺得很開心 然後有一些滿足感 可是又不會很甜膩 就造成我對這個甜點 其實蠻印象深刻的 就會一直著手去研發 老闆說 起初只是因為女兒愛吃甜點 於是開始研究製作舒芙蕾 沒想到越做越上手 才會創立這間舒芙蕾專賣店 我們是以舒芙蕾為主 然後飲料其實是搭配著 就是通常吃舒芙蕾不外乎 會搭咖啡跟飲料 因為我們覺得咖啡是另外一種專業 所以我們目前就只是先搭著飲料 做一個套餐的方式這樣子 老闆也為了客人著想 推出了等待時間較短 也更容易保存的盒果子 讓客人有更多的選擇 飽滿的餡料讓人也想嘗一口 舒芙蕾製作的時間 大概十到十五分鐘 那盒果子大概五到十分鐘 重點是它可以保存的時間 落差滿大的 舒芙蕾它就是盡快吃 它沒有辦法放很久 也沒有辦法冰冷藏 因為冰過的話 它會比較接近像蛋糕 或是起司蛋糕那種口感 那盒果子它冰過的話 其實它的口感沒有落差太大 甚至有些人覺得冰過會更好吃 它不大像傳統的銅鑼燒 傳統的銅鑼燒會偏乾偏甜 那我們的盒果子 其實還是帶有一點 舒芙蕾相似的滋潤的口感 低醣的舒芙蕾 不只滿足了女兒 也讓原本不愛吃甜食的老闆 漸漸愛上這項點心 記者周福慶 露營家高雄採訪報導